助理教授是一个学术级别,仅次于副教授,主要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大学使用。 两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,助理教授通常比副教授承担更少的教学和研究职责,助理教授通常拥有终身职位。 这一位助他们有潜力在一段时间后,仅升为副教授。 要成为美国或加拿大大学的助理教授,必须满足以下要求。 1. 博士学位或专业领域的同等博士学位。 2. 学术成就记录。 透过同行评审期刊上的出版物和学术会议上的演讲来证明。 3. 在学生评鉴。 教学奖和推荐信中展现出卓越的教学能力。 美国或加拿大大学助理教授的职责包括。 1. 教学。 助理教授的主要职责是在其专业领域教授本科生和研究生。 他们负责开发和提供高品质的讲座、研讨会和实验室课程。 2. 研究。 助理教授也应在其专业领域进行研究,并在同行评审期刊上发表研究结果,并在学术会议上展示其工作。 2. 在美国或加拿大的大学担任助理教授的好处包括。 1. 研究和发表的机会。 作为助理教授,您有机会进行研究并在同行评审的期刊和会议上发表您的研究结果。 2. 与同行合作。 作为助理教授,您将有机会与您所在领域的其他教授和研究人员合作。 这可以带来新的发现和创新。 成为美国或加拿大大学助理教授所需的时间取决于多种因素,包括学术领域、机构以及候选人的资格和经验。 一般来说,成为美国或加拿大大学的助理教授可能需要5到10年的时间,这个时间范围可以更短或更长。 这取决于候选人的资格和经验,以及他们所申请的机构在其研究领域是否有终身职位。